都變化很大 變化得很大 我又破一次音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再繼續收看我們的 邊看影片邊講解的主題吧 那今天呢 我們延續上一支介紹小代的影片 我們繼續看他的後半段 因為我們剛剛上次只做一半嘛 那剩下的呢 我們再來繼續把它看完吧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吧 就是這樣繞一下 那個小代的球感很好 他這樣子繞也繞得到 這顆 他的反拍 他的反拍這顆球 其實他的架拍動作很小 他的銀拍動作很小 他沒有是那種拉大拍 要想要用力 他就是單純的直接快速的升起來 然後 撥一下 撥一下而已 所以說 三口線也來不及啊 看到球還是已經落地了 因為小代動作太快了 也是一樣 手法很細膩 好球 哇賽 這顆 這其實就是小代抓到了啦 這顆其實就是小代抓到他往前 他抓到陳宇菲要去放小球 所以他已經在前場等他 只是他沒有去做刷撲 大不然這種球應該都是直接撲掉 但是他是直接很快速的往旁邊撥一下 有點像撥對角的動作 但是 不能算完全撥對 他其實就是有點像用刷的感覺 只是很快的帶過去 這顆我有一個地方想要講一下 前面這個地方 陳宇菲 陳宇菲其實他有一顆球的動作是 男生比較會用的球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少女生會有這種球 這顆這顆 他是直接 有看到嗎 再看一次 他是直接 男生才會比較常用這種球 女生很少 女生很少在起跳 跳起來突擊的 居然菲這顆就是 吹到後場之後 直接攻聲起跳 做一個大對角的突擊 這種球男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少 所以 其實陳宇菲也是很厲害的 我們繼續看吧 一樣都是往前的技術 小帶的往前技術 可以很好的控制對手 我超喜歡這個旁白的 這個球評講話很有特色 這顆呢 其實就是 對手 戳了一顆小球 很漂亮的小球 人家都以為 但是已經覺得要得分了 結果非常非常過度 小帶用非常非常下手的地方 還把球勾到對角去 對手根本就來不及 根本就沒有辦法反應到 他會做這種球 就是神乎奇蹟嘛 你看 這麼下手還在勾對角 弱點很漂亮 這顆 有看到他的拍面嗎 有看到小帶這顆拍面嗎 一顆突擊之後 這顆 他就是 第一顆是突擊嘛 往前殺球嘛 再來下一顆 他是直接 在 有點像 他那個其實有點像是 有點像 半勾的 有點帶一點勾 加切 的感覺 是不是有點像 在上手很快的用手腕 帶一下 快速的切對角線 因為他那個是 你有沒有看到他手是比較後面的 沒有在前面 他是有點在後面 頭的斜後方 去做這個角度的 但是弱點很漂亮 很快速的突擊 好球 真的 just close 小帶的傢似 往前 就回錯了一顆 也是非常漂亮的 只是小賽的攻對角很犀利 防守很好 殺不死了 三回圈殺不死了 欸 我們趁這個時候來講一下 我們上一支影片呢 在上上一支影片 我們沒有看的可以點資訊欄回去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支介紹影片 我們就有說防守嘛 防守 手要在前面一點 我們看一下這顆 三口星在前面在壓他之後 小賽的防守 可以仔細看一下 來喔 欸 你看 這麼這麼快的 三口星對你現在前場在壓他了 小賽的手 看他的手跟離他的身體 還有留一個很大的距離 所以說小賽反應是很快的 他也是一樣在前面就 彈一下彈一下 根本就沒有擠到 他沒有擠到欸 他都是很快就把球回去了 很好的防守啊 你看 都在前面 都在前面打 防守其實就像這樣 對手又趴了 對手又趴了 這顆小賽往前 一樣搶在上手 所以說對手不敢動 因為他的 他的手法太細膩 所以說對手更 會更不敢動 那他突然的一顆 加速推一下 你看我的手法 他手法其實就是 原本要放了 拖完一顆 快速的翻拍拖一下 對手也是 我們就來不及 爬在地板了 OK 那今天的影片 一樣就到這邊 我們來總結一下吧 小代 現在世界排名應該還是第一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其實我也忘記他有沒有掉下來 但 再怎麼樣他也是世界頂尖的女代選手 而且是最出名的女代選手 像依色龍 陳雨菲這些 等等的 其實這些都是 也是都是 非常非常厲害的 女代選手 那 小代為什麼會最知名 我覺得最重要其實就是 就像我說的 他的手法是 應該說全所未有的吧 女生 以女生來講 他的手法 他的球路 都是之前很少看到的 我覺得 講的 偉大一點就是 小代已經是 又翻轉一個世代的 那種 翻轉一個羽球世代的感覺 他又帶了一個新的打法 進來羽球 女單這個裡面 男生上一個 我覺得上一個 最大的改變就是 陶菲克出來的時候吧 在陶菲克之前的男單都是 真的都是拉掉 拉掉穩穩的 鼻體力的 那 自從陶菲克出來之後 他的那種手法啊 他的反拍啊 突擊啊 就讓後來的男單都 變化很大 變化的很大 我又破一次陰了 陶菲克 手法 不用說 也是很好 那再來就是 後來的林丹、李中緯啊 都是比陶菲克 又更後期一點 但是你就看到他們的打法 就改變很多了 李中緯、林丹 手法 也是有 但是他們最出差的是什麼 他們的球輸 變得是 單打攻擊變多了 沒有像以前這樣 拉掉很多了 那像現在 小代的出現之後 在女單 我相信應該會又 之後應該會又會有變化 女生的手法啊 女生的球路啊 一定又會跟之前有所改變 OK 那感謝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給我建議啊 也順便幫我按個讚 幫我按下訂閱 很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